我們介紹一下東西叫做電磁鐵 電磁鐵就是我在我這個線圈當中放個鐵芯 放個軟鐵棒 通電之後線圈就因為電流磁效益就會具有磁場 然後這個磁場就會是因為軟鐵棒產生磁化 所以那個軟鐵棒就會變成磁鐵 然後呢如果你把電斷掉磁場就消失了 軟鐵棒磁鏡就會跟著消失 所以呢這種東西叫做所謂的電磁鐵 有差軟鐵棒的線圈的磁力會比只有線圈的磁力強 等一下要問你為什麼 為什麼這種叫做電磁鐵就是有通電 它就會有磁場就有磁力 沒通電它就沒有磁力 沒有磁就算是 所以它叫做電磁鐵 所以現在沒有通電就沒有磁場 然後呢通電之後 然後就會有磁場 然後這個磁場就會使裡面的鐵棒鐵芯磁化 使它也變成磁鐵 然後呢叫做所謂的電磁鐵 沒有電就沒有 有電就有 有電就會有磁化 叫做電磁鐵 那為什麼 為什麼 我有差軟鐵棒的磁力會比更大 會比那空額還大 為什麼 我剛剛已經暗示你答案了 我剛才已經暗示你答案了 14號 14號 14號怎麼那麼磁 對為什麼 會疊加 會疊加 為什麼 疊加誰跟誰加 因為磁場會疊加 問專家會疊加 誰跟誰加 專家會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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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會有兩個磁場 一個是線圈 老電通電之後 的電流磁場硬的磁場 一個是軟鐵棒 被磁化資訊的磁場 它有兩個磁場 雖然磁力會比較大 有什麼方法 可以使我電磁鐵的磁力變大 至少有兩個方法 你學過 至少有兩個方法你學過 所以你要跟我講起來 講兩個方法 我們請 奧巴 28 增加電流 增加電流 到底是什麼 增加電流 增加 還吃喔 我要讓那個鐵的 直力增加 其他兩個方法 哪兩個 電壓 快點 什麼 增加電流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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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你學過的方法是前兩個 第一個就是加大電流 電流會影響你的 電流效率的磁場 第二個就是線圈密度變大 這也會增加我的磁場 另外一個我沒有教過 就是那個鐵芯 你用很多很多根小鐵芯 水力會變得比較大 為什麼以後再說 所以增加軟鐵棒的數目會增加 OK